首先从几个维度吧 一个是国家 它的商业环境包括生活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 整个移民的一个项目 包括它的项目优势 几个维度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这个介绍 韩国的话呢 我相信我们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陌生啊 因为距离中国确实太近 这个这个飞过去 基本上因为我们有同事 之前从大连飞到首尔那边 大概也就是四五十分钟 他就可以这个抵达 因为现在疫情 确实有可能需要转机 所以首先的话 大家对这个国家不是很陌生 但是有可能我们对它的移民政策 了解的不是很多 其实它的政策已经很多年了 将近大概七八年的时间 整个韩国这个国家呢 你说大呢也不是很大 但是呢相比较一些 其他的一些西方化的国家也不小 我们可以看左边这张图啊 整个韩国的话呢 大概是在十万平方公里左右 相当于我们中国的 比如说这个江苏 还有这个浙江 这个省的一个面积 它一共是呢九个道 就相对于是 就是可以理解为是一个 它的中国的省 但实际上当地算就是一个地级市 这么一种感觉 就是比如说江云道 这个这个这个 还有就是青上道 包括它的基础岛 这几个区域 包括还有就是它的一个首都 就是这个首尔 整个国家的人口呢不少 大概是在五千两百万左右 这就为什么后边我们会去讲啊 就是为什么韩国的话 它整个国家的这个 国家内部的一个市场需求 还是非常大的 国家面积不大 但是它人口呢五千两百万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比如加拿大 加拿大加拿多少人 三千八百万 三千八百七十五万左右 那么澳大利亚呢 两千五百多万人 在欧洲来讲的话呢 比如说欧洲大概是二三十个国家 对吧 一般的欧洲国家 有的面积大一点 比如西班牙面积大一点 还有一些比如说 特别小的一些 比如安道尔这种国家 在欧洲来讲 基本上一个国家几百万人 甚至几十万人 大一点的话 一千多万人 比如说葡萄牙 包括希腊 九百多万人 一千多万人 这算大国了在欧洲 那么韩国的话呢 五千两百万人 人口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他的首尔 首尔的话呢 他整个首尔市区 大概是在一千万人出头吧 但实际上整个首尔大区的话 包括周边的一些区域 大概将近两千万人 我们北京的话 大概城路人口 这个加上一半来人口 大概也就两千万出头 2100万左右 所以的话呢 首尔也是一个 绝对是一个超级大的 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发达城市 那么同时呢 整个韩国 他呢就是 国际地位也不低等 大家知道 这个亚洲有四个发达国家吗 一个是日本 韩国 新加坡 包括以色列 这个四个发达国家 同时呢 这个韩国也是最早进入 亚洲四小龙的一个国家 那么如果我们 这个如果有了解 韩国历史的 大家有可能 之前也有听说过 比如1960几年 1970几年 当时这个 这个调整期 当时他正在做这个 韩国总统的时候 大概将近有十几年的时间吧 十几年的时间 把这个韩国呢 从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 带到了一个 就是一个 非常发达的一个国家 非常发达一个国家 大概也就十几年的时间 所以呢 其实整个韩国人呢 他的 第一 他的创造性 他的人口的这个 就是努力创造这种 这种想法跟意愿 包括他们就是 努力工作这种 这种拼劲 还是非常强烈的 这也是为什么 你看这种 包括日本也是一样 他们能够快速的 在经历过二战以后呢 能够快速的去崛起 那么整个这个国家呢 他首先呢 他是世界第十大经济体 那么亚洲四大 发达国家之一 加入的组织比较多了 培派科呀 包括这个二十国集团呢 包括这个经合组织啊 他都是重要的组成的部分 整个韩国的话呢 华人很多了 包括其实我们之前 我们包括我们原来 我们有签议的客人 这个我们也做过一些分析啊 包括原来我们给我们的 合作伙伴去做培训的时候 大家也都在问说 一般什么样的客人 会选择去移民韩国这个国家 或者是选择到韩国去生活 当然了就是说 我们一直讲就是移民不移居嘛 移民不移居 因为这个这个很多人呢 现在比如说拿一个海外身份 并不是真正想马上过去生活的 都是想说白了 就是未来给自己 或者是自己的一个孩子 多一个选择的空间 比如说未来有可能我要上国际学校啊 或者是我做中韩贸易啊 对吧 我做中日韩贸易 我要每次飞来飞去很麻烦 对吧 包括呢以前我的孩子到 韩国是留学的 他会韩语 包括呢以前在韩国有工作的经历 那么这种客人呢 都有可能会选择韩国 当然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客人呢 比如说我想到韩国去养老 因为整个韩国 他的整个卫生条件也好 他的这个食品安全也好 在全世界都能排到前五 前十的这么一个名额 所以他整个国家的人口的寿命 平均寿命啊 大概是在83.5岁 女性有可能会更高 将近85-86岁左右吧 所以的话呢 就是有可能会过去想生活的 养老的 到当地去工作的 做中日韩贸易的等等等等 包括我就是觉得 我拿一些 因为全世界可以移民的国家很多了 那我就是觉得韩国好 对吧 他是一个发达国家等等 都会有 所以就是说没有一个绝对的 什么样的客人会选择这个国家 就是在我们来看 基本上就是说 只要觉得这个国家不错 挺好的 离中国比较近 饮食文化比较类似 我都有可能会选择 都有可能会选择 对 他的基本上 他的宗教也是有一定宗教信仰 但是不是全民都会有这种信教 他比如说佛教啊 基督教 天主教 都有 所以呢 当地人民你会发现还是很虔诚的 所以他 后面我们也会去讲到 整个韩国的犯罪力是非常低的 非常低 包括比一些 很多法国都要低的 那么比中国的 时期大概是快一个小时左右吧 快一个小时左右 韩国的话呢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体 是具备将近1.6万亿美金的一个 第十大的一个经济强国 你看20年韩国的这个贸易 国际贸易 它的在世界排名是第9位 那么21年的话 它的外汇储备 排到第8位 排到第8位 所以呢 是相对来讲的话呢 就是比一些一般的国家会要强很多 我可以看一下这个右下角啊 我们做了一个对比 左边是它的一个GDP 一个对比 右下角的话呢 我们拿两个国家 我们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国内目前大概是在1万1千左右 1万1千美金左右 人均GDP 这个美国会稍微高一些啊 美国高一些大概是5万多美金 那么欧盟的话 大概是3万3千美金 韩国的话 大概是3万4千美金左右 所以韩国的人均GDP 比欧盟平均水平还是要高的 还是要高的 这再次说明了这个国家 它的这个创造力 包括它的一些 比如说工业发展水平 它的高科技等等这些 韩国它的地理位置呢 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啊 就是在一个非常中心的位置 左边是一个亚洲大陆 这个右边的话呢 是太平洋 所以你会发现 它三面淮海 三面淮海 这也是为什么整个这个 韩国这个国家 它的航运业 海运业 包括它的造船业 在全球都是非常领先的一个位置 包括它的这个渔业等这些 是比较靠前的 同时呢 韩国也是一个相对 很open 很开放的一个国家了 它很多的一些经济体啊 包括欧盟啊 美国啊 中国啊 都签订了很多的一些合作协议 包括一些贸易协定等等啊 所以的话呢 也是一个相对非常 在全球来讲的话呢 一个非常很开放 很包容这么一个强国 韩国的话我们 那对于我们国家来讲 并不陌生了 对吧 这个包括我们 我们吃的用的 很多东西呢 都是跟韩国的一些品牌 是息息相关的 比如说手机 对吧 冰箱啊 电视 汽车 等等等等 韩国都是来自于韩国 韩国创造 比如说三星啊 这个RG啊 包括SK啊 包括它的这个线带等等啊 这个都是韩国非常顶尖的 这是能够排到它前十里 一些大型的一些跨国企业 跨国企业啊 这个耳熟能详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为什么刚才我前面讲到了 韩国它的这个这个航运业 海运业非常的发展 全世界排名第一位的造船厂 在哪呢 在韩国的这个卫山 卫山是现代重工 现代重工啊 整个韩国每一年全球的将近 在18年之前吧 18年之前将近35%到50%的 航运业的订单啊 全部被韩国给拿走了 而且全球排名前十的造船厂 造船公司有7位 全部都在韩国 都在韩国 所以这也充分说明了这个国家 它的这个钢铁产业也好 这个制造业也好 也是非常的领先 非常的领先 包括它的航运业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韩国它的那个商业的环境 商业的环境 我们这也讲就是创新之国嘛 这个国家非常喜欢去创新了 他喜欢创新了 比如说我们看他有很多的第一页 比如说专利活动世界第一 然后研发人员的密集程度世界第三 高科技产业的密集程度世界第四 研发程度世界第二等等等等 你会发现基本上这些全部是跟高科技 跟创新相关的 相关的 这也是为什么后边我们会去讲到整个韩国的话呢 韩流韩流是怎么来的 就韩国人他们特别整个国民特别热衷于一些高科技的一些产业 或者是一些设备 那么曾经有一句笑话 就是说只要就是任何的一些产品 一些公司品牌的一些新品的一些推出 那么只要在韩国能走通的话呢 那么在世界上基本上都可以去走通了 比如说你像星巴克也宝马奥迪亚等 包括谷歌呀 一些大牌 他们一些新品发售 基本上都是先把实验基地先放到韩国 只要韩国能走通的话呢 基本上就会逐渐去蔓延到亚洲 日本中国 然后再开始往全球去蔓延 这个跟韩国人的他们这种非常超前的一种意识 然后呢喜欢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 是有直接关系的 是有很大关系的 我们经常讲一个国家 它的一个竞争力最核心是它的高科技生产力 对吧 高科技有多么强 直接到这个国家还有多么强悍的一种竞争力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韩国它的工业竞争力 很多个全球第一的 全球第一的 基本上都是高精尖的产业 半导体 对吧 芯片制造 显示器 钢铁 化学 米电池 智能手机 等等 这些 所以很多国家国之间他们拼的是什么 就是拼的是硬实力的 硬实力 在韩国这些领域都能排名第一位 排名第一位 所以它的工业竞争力全球排名第一位 这个有可能我们之间了解不是很多 但深入 这些我们都是经过深入研究的 也去它的一些官网都会去查一些数据 这些都是一些真实的数据 其实真正你去了解这个国家 你会发现它在很多层面是非常优秀 非常优秀的 韩国也是全世界第七大的一个出口国了 因为比如说它是以制造业为中心 然后出口的规模 也不断的去扩大比如半导体汽车 石油制品等等这些出口产业 那么其中比如2020年9月份 因为整个化是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 包括韩国的制药 医美等等这些也是非常领先的 所以你会发现20年9月份 它的医药产品 比如说跟新冠相关的抗新冠的一些治疗 药物出口和出口的这个比例 同比急增了139% 从原来出口的排名第9位 直接升到第7位 第7位 这又再一次说明了 它的一些制造业的强患之处 那么可以看一下 刚刚我前面讲的 就是说它为什么有这么强的一种市场 消费驱动力 当然除了它就是当地人 他们虽然收入高 但是他们消费水平也不低 而且他们也特别的喜欢去超前去消费 而且的话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能够拉到它内需的原因 就是在于它人口太多了 人口多 整个国家不大 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一个省 但是它将近5400万人口 5400万人口 所以的话它有非常多的这种市场需求 市场需求 所以这也是导致你会发现 它的有很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内需力 一个内需力 所以你看它基本上 这个韩国的国家面积 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当中 它排到110位 很小 但是的话 它却有将近第14位的一个市场需求 市场需求 其中就是说人均的钢铁消费排名第一 钢铁消费基本上就比如说 都是跟钢铁产品相关的 比如说手机 汽车 一些半导体 比如一些等等一些高科技产品 都是跟钢铁相关的 所以他们当年人很喜欢买这些东西 然后韩国的旅游原来 当然这两年跟疫情有关系 其实在原来大概三四年四五年的时间 就是日韩游 游客的数量是比较高的 基本上每一年平均的双速大概是在7.9%左右 当然说基本上比如说从中国过去的 但是我相信我们今天我们的听众 有可能有一些人去韩国次数非常非常多 对吧 基本上几点 要不然我就是去有一些做代购的 对吧 有一些过去玩的 度假的 比如说买化妆品的 整容的等等等等都有 总之韩国因为我们大家都去过对吧 韩国它是一个很干净的一个国家 很干净 然后国民素质也相对比较高 相对比较高 而且它的物价 当然看买什么东西 一般买一些化妆品这些东西 食品就是相对比较便宜点 当然比如在当地生活的话 因为它的气候 它的北部是相对于是温大海洋性气候 然后南部是相对于是亚洲代气候 所以的话它有一些 比如一些食材 比如一些水果蔬菜 它没有说像热带那么多 所以的话它有可能有一些食材会相对贵一些 但是其他的基本上就是说 成本的话也不是很高 尤其是跟国民民生相关的一些领域 生活成本相对还是比较低的 国际会议这个就简单过一下 因为韩国其实它这个国家 它是非常在意或者是注重 它的国际的地位跟影响力 所以你会发现 他们基本上很多的一些大型会议去竞标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都会去参加 都会去参加 他们基本上你看 2019年国际会议累计举办 次数达到1113次 一年才365天 它一年能达到1113次 越居世界第二位 世界第二位 就非常喜欢举办一些世界性的一些会议 请一些比如说外国的一些名人 一些政要 一些企业家 到韩国去参加一些活动 可以带动韩国的一些消费 同时也能带来一些外资到韩国 这就是原来我们就是看到过 比如说这个美国的 包括日本的 包括我们中国的绿地 一些资本到这个韩国去投资的 当然这个很多啊 比如说你看我们绿地的话 是这个跟乐天在合作 乐天大家都比较了解了 而是能详 当地今天一些大型的商超 都属于他们这个集团的 比如他们的这个基础岛 是共同建设了 开发了一个项目叫梦回乐园 我相信之前有去那边去玩的时候呢 都应该会有体验过 去看过这个项目 韩国的其实它整个的 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产业 是它的这个娱乐行业 游戏行业 它的演绎行业等等这些 非常的发达 非常的发达 比如说你看 我们在那个 比如说有一些 节目 包括有一些电视剧 等等这些都看过 包括有一些男团女团 比如说这个前段时间比较火的 这个防弹少年团 这个包括很多的一些女团 等等来中国呀 到美国呀 到欧洲去演绎的 很多 你看韩国的文化内容产业市场 规模达到大概是2013年 预计达的是709亿美金 预计世界第七位 预计世界第七位 这就是他之前 比如说他的一些 去拍的一些电视剧 一些电影等等 都是比较知名的一些产品 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的这个游戏产业的一个市场规模 2020年的话 全球游戏市场规模 大概是在2000亿左右 那么韩国的游戏份额占了全球的6.9% 仅次于美国 中国和日本 跃居世界第四位 跃居世界第四位 很多的游戏有可能 我相信能 我今天我们这个分享会 有可能能延期很多的一些 70后还差一些 比如80后 90后 甚至90后 包括现在的一些 很多的一些年轻人 都在玩他的一些游戏 比如说传奇呀 包括现在还有很流行 比如说跑跑卡电车呀 包括这个冒险党啊 等等绝地求生啊 这些都是我们去韩国 去采购的一些游戏 确实给他们国家呢 带了很大的一些 外汇的一些收入 伊美 伊美的话呢 因为韩国人 他们非常注重自己的一个 他之所以 他的伊美能做的 就是在全球比较领先啊 因为本身韩国人的话 他们特别喜欢 特别注重自己的一些外在 很多的 比如说1000个人 那边将近13.5个人 都是做过一些微整容的 微整形 包括比如说 你看他的一些 比如说老太太 他要晚上他要下午 他要出去买菜 他也会去化一些淡妆 也会去化淡妆 然后穿得非常漂亮 然后去购物 所以他们会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 包括我相信我们 很多人之前有记录过韩国人的 对吧 比如说来中国旅游的也好 或者咱们去韩国 你会发现他们 从他的着装啊 外在形象 他们是非常在意的 非常在意的 这也直接奠定了 为什么他 这个整个伊美行业 是非常的发达 非常的发达 当每一年 我们大概每一年 会到韩国去整容的人数 也不少 以女性为主 第三大就是说 他的这个化妆品了 化妆品的话 它是第三大出口国 第一呢 是什么呢 是美国 第二是法国 第二是法国 韩国呢 仅次于他们两个 是排名第三位 就是他的化妆品的 这个出口产业 包括我相信 我们之前有做 比如说做韩国的 有带过 比如说面膜呀 化妆品啊 对吧 比如说原来做微商的时候 很多人因为带过这个韩国 尤其是韩国 日本还差一些 比如说韩国那些面膜 化妆品 很多一些黑衣裳都赚了不少钱 对吧 所以呢 就是说韩国 他的这个整个的美容产品 化妆品产品市场 还是很成熟的 那么当然了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客人 会选择说 我很认可这个国家 我也觉得他的国家 整体不错 那么有可能我会到当地 去短期生活 或者是去长期生活 因为毕竟我们拿到他的身份的话 是可以在当地去长期生活的 当然他们有一个强制性的移民间 比方说您拿到他的合法身份 就是每一年登录一次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说我跟我爱人 或者是我单身 或者是我带着我的孩子 爱人我们一起到当地去生活的话 可以吗 完全可以 那么他的生活成本的话 其实相比较跟国内来讲 差别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有可能在某一个领域 比如说这个 在用餐上 比如说在一些快餐店等等一些 会稍微贵那么一点点 稍微一点 比如说在韩国 一个单身 正常来讲 咱就说 就是说正常 他租一个一般的房子 不是那种特别好的一些房子 比如一般的房子 然后就是外卖会少一些 然后自己在家做饭 基本上一个单身 他大概一个月的生活成本 大概是5000到6000人民币左右 那么如果两个人的家庭的话 比如说夫妻二人这种的话 就是说在家里会多一些 然后租一个大概是一居室 这种的话 基本上大概一个月 两个人的成本 大概是在7000到8000人民币 当然三个人的话 因为带孩子 我孩子以后会上学 甚至上一些国际学校 那么比如说上一些 普通的公立学校的话 基本上一家三口的话 大概是在1万人民币左右 1万到1万2左右 是这么一个生活成本 生活成本 但是整个韩国 它的人均收入可不低 可不低的 基本上比如在韩国 一些管理层的话 就是说 比如一个经理级别的 一个月收入大概是在 人民币大概是在 5、6万人民币左右 最低大概也能达到 4万多人民币 那么一个 你看他最低的月薪的 一些服务工人 一个月的收入 也能达到大概是 8000到9000人民币左右 当然跟他的 过去这些年的 一个发达成的 有很大关系了 所以他赚的 其实并不少 并不少 生活成本也没有那么高 没有那么高 所以当地人的幸福指数 还是相当感觉 还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不错 而且你可以发现 他们基本上每一年 你看在健身房 在电影 游戏 这个领域 他们也都会花一些钱 所以当地人他们会非常注重这种生活的品质 所以刚才前面我也讲到了 为什么当地人 他们的平均生活 就是他的寿命 83.5呢 就是说他的饮食文化 包括他的这个食品安全 非常不错 很严谨 很严谨 所以基本上就什么地口游这些东西 是不可能存在的 对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在 比如在首尔生活 那么一个普通的餐厅 正常的一个单人套餐 大概多少钱呢 大概是在30到40人民币左右 比我们比如说北京上海 会稍微偏贵那么一点点 当然看您主要吃什么东西 贵个百分之二三十左右吧 二三十左右 那么比如说你要吃一个中等的餐厅 比如两个人 两个人大概是别人大概是一两百块钱 一两百块钱 当然的话就是说 韩国其实它是这样 因为我们公司呢 也有一些从韩国留学回来的一些人 就是说我们也一起探讨过 包括原来我们去 也都亲人感受过 就是在韩国比如说餐厅 两个人的话呢 你要点餐的话呢 就是你最好不能低于两份 你要低高于两份 当然有可能也是当地一个 就是说一个 就是一个约定促成的一种 这么一种习惯吧 就两个人吃东西都那点三份 就是低于两份的话呢 就是不太理解不太好 当然比如说到一些快餐 比如说麦当劳肯特基 这种快餐店 基本上它的这个成本 跟国内差不太多 韩国的话呢 它的整个交通体系 非常的完整 非常的完整 韩国的几个大城市 比如说首尔啊 这个釜山啊 包括这个 这个大丘啊 大田 包括这个 这个 几个 包括卫山这几个城市 前几个城市的话 它都是有地铁 有地铁 公共交通是比较晚点 比如说在韩国首尔 那基本上就是说 它的这个地铁线路 最早应该开通 应该是在1981年左右 开通的 然后的话呢 大概是18条地铁线路 18条地铁线路 基本上整个首尔的核心的区域 全部可以出达的 全部可以出达 当地人 他基本上上班的 也是以坐地铁为主 坐公交车为主 那么我们比如说国内 北京的话 当然我们有可能 这个交通会比他们早一些 我们大概是在1969 1971年左右 北京的这个地铁 我们就开通了 开通了 比他们大概早十年的时间 韩国的话 就是大概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吧 就关于它的这个 这个交通系统 交通系统 所以就是说 比如说在当地 你要说 我上班 正常我对地铁上班的话 一个月大概交通费用 大概是在300到400人民币 300到400人民币 就可以 基本上就可以cover了 这是它的租房 跟购房市场 我们作为一个统计 基本上在市区 就是说 不是特别贵的位置 就是说 比如说 距离市中心 大概坐公交车的话 比如坐地铁的话 大概是20到30分距离 可以到达的 基本上一个一居市 它的成本 一个月大概是在 3500到5000人民币左右 那么两居市的话 大概是在6000 5000到8000 那么三居市的话 大概是8000到14500左右 就是跟国内差不太多 这样一个租房的那么一个水平 当然你购房的话 肯定会稍微贵一些 购房的话 基本上就是主要几种类型 就是它的独栋别墅 有吗 也有 但是相对少一些 因为它毕竟确实人很多 但是的话 就是面里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而且大家知道 整个韩国的话 它右半侧 就是它的这个东侧 基本上全是一个山脉下来 山脉下来 主要是左边 左边一部分大概是 占整个国家的20% 到30%左右吧 属于平原 属于平原 所以的话 就是说它真正能够人口居住的 基本上就是左侧 就是西侧 下来到东南角 这几个位置是可以有 是可以形成一些城市 可以去居住 右边的话 就是说会少一些 会少一些 所以的话 它的这个房产的 这个密集程度会稍微大那么一点点 稍微大一点点 那么它当地买房的话 比如说在首尔 我看它首尔举例 就一般的房子 比如说一套 大概是一种 一到两军室吧 大概是一个150万人文币 当然比如说你说它的特别 比如说它的江南道 就是特别核心的一些位置 它有可能一平米 当然咱们北京有可能很贵的 一平米30万 对吧 也有这种 它在江南道的话 基本上一平米能大到35万左右 一般的情况下 比如说大概是 8到15万左右吧 7、8万左右 8、9万左右 贵在那15、6万 这是它的一个 购房的一个平均的一个价格 当然还是看您在哪个区 就是哪个区 它每个区的这个价格 确实会差距会比较大 比较大 当然你说我拿到这个韩国的身份 你也不一定说 我必须得到首尔去生活 对吧 我可以到釜山 我可以到仁川 对吧 我可以到大丘 我到其他的城市也可以 它是相对来讲 它的生活成本会低一些 但是的话你办理门槛 办理条件是一样的 不好意思 我们拿到这个韩国的这个身份 它的这个合法的身份 在当地 一些基本的一些社会福利是可以 马上就可以享受了 就可以享受了 但是跟一些 比如说一些亚本耀家 一些传统 西方国家是一模一样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我拿到身份 首先呢 我孩子当地上公立学校 公立学校 就是从低儿园到高中 它是全部免费的 当然你说我孩子 我要是必须要上私立学校 那就就是当地该怎么收费 怎么收费 但是价格也不贵 也不贵 但是它的大学的话呢 在韩国这个国家 因为它是资本领发达国家 就是它的大学 基本上也全部都是 私立大学为主 跟美国一样 这个私立大学为主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你上私立大学的话呢 有一些专业 基本上比如说对于 不管是你是韩国本土人 包括你是有这个身份的人 包括就是说 中国的留学生过去 它的有一些领域的学费 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 当然大部分是什么呢 大部分就是说 我韩国的 这个本国的国民 跟咱们有咱们这个 韩国身份的人 在当地的学费 举个例 比如说正常的话 是大概人民币 一年比如说一万块钱 那么你中国过去留学生 大概能达到两万三万 甚至四万 这么一个学费 但是有这样一个区别的 基本的一些公立教育 是可以全部免费 学质跟中国差不多 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是小学 就是六年 然后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 大学四年 是这么一个学质 然后的话呢 养老的话呢 就是 基本上 比如说你正常 在当地 只要是缴纳 满十年的一个年纪 就是说你退休以后 就可以正常 去享受他的一些 退休金 年纪就可以正常享受了 这个是没任何问题 医疗的话是这样 就是很多国家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说 我虽然有他的合法身份 我可以在当地去享受 他的一些医疗吗 您说您都不过去生活 不过去长期生活 那肯定你没法想 想想 你想受不了 对吧 当然就是说 你说我在当地 我过去了 基本上都会买一个 当地人也是一样 要买一个基础的 一个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 在当地呢 就是说你 居住买六个以上 你在当地一些 基本上看病啊 就医啊 80%以上 是可以全部报销的 而且一家三口 只要有一个人 上了这个保险 全家都是可以免费 想要这个福利 是可以都一样 同时报销的 不是说 我上了 买完的保险了 我二人也得买 我还得不需要 只是说我买完就行了 当然生育的话 孕妇也会有这种津贴 生育津贴也都会有 这是他大概的一个 教育制度 教育制度 我们给你基本看一下 小学初中啊 大学啊 好 国际学校 国际学校 他那边主要是 IB授课 IB授课 比如说你看这个 韩国目前 这个唯一的IB的学校 四阶段 全认证的一个学校 就是这个 人川这个国际学校 这个国际学校呢 在当地算 应该算 应该算最好的吧 就是一些财阀呀 包括一些明星啊 他们的子女 都会来这边上学 包括这个一些 一些外国的一些使馆 一些官员的孩子 都会送到 都会送到这边 这个时候呢 是这个SFS呢 是当地 大概一个老牌的国际学校 大概一百多年的历史 他的这个教育竞争力 我们可以看这张 这个这个很有意思啊 比如说 比如说他的一个是数学 一个是他的这个 这个学习能力 一个是他的这个科学 我们就讲准这个绿色的数学 他的平均的值是521 521 那么你看 韩国的话呢 他基本上拿 站到了第一名 站到了第一名 因为数学的话呢 就是相关的 比如说你看 韩国人 其实他跟中国人一样 也很聪明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比如说 每一届的这种 世界级的一些比赛 比如说 机器人的比赛 机器人的比赛 基本上就来自于 这几个国家 比如说 比如我们哈工大 对吧 哈工大 新加坡的 日本的 美国的 还有这个 就是包括以色列也有 然后包括这个 韩国也是一样 包括他的数学 你看每一届 这个这个奥林匹 各数学大赛啊 就是韩国经常会拿到 很高的名字 拿着你冠军都可以拿到 包括什么呢 包括他的这个围棋 围棋 大家知道 韩国有几个围棋的高手 围棋的高手 包括有一些他们是跟机器人这个比赛啊 也都拿过这个这个这个奖项了 对 所以整个韩国 他的教育竞争历史非常靠前 非常靠前啊 尤其是在数学领域 很厉害 很厉害 这教育竞争报告 也是排名第一位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右边 右边呢 基本上就是说韩国 你看进入全球前500的一些知名的院校啊 他站了大概18、9所吧 18、9所 比如说首尔大学 很知名的啊包括这个岩石大学高丽大学 包括这个梨花女子大学 包括我们公司有两 两位我们的同事 包括我们在韩国的接待 都是有在梨花女子大学毕业啊 就是就是在当地很知名的大学吧 很知名大学 对 包括梨花女子大学这个学校呢 它是一个 怎么说呢 跟当地一个 就是说跟政治相关的一个大学会多一些 它是虽然也是私立大学吧 但是呢 它是不受这个财法控制的 就是说 它是跟政府的关系是非常要好 非常要好啊 每一年其实到 大家知道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 为什么很多人 比如说要到日本到韩国 包括到马来西亚到这些国家去留学啊 就是说 首先呢 这些国家呢 它有它的先天的优势 第一呢 就离中国近一些 比如说对于家长来讲 我还是希望我的孩子呢 就是我能够经常见到 或者是呢 就是我飞过去想看他的话呢 就是很便利 很便利 而且签证也比较好办 对吧 第二的话呢 就是说它的中国性价比 首先呢 这些国家它的教育水平并不低的 并不低的 当然还是看你要学什么专业 比如说有一些专业 只有美国有 只有加拿大有 韩国没有 那这个就不一定了 比如说我学的专业 在全世界 韩国它们比较靠前的 那我一定会首选是去韩国 去去韩国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韩国这个国家 它的安全指数 非常的高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看一下这张图 你看 它的安全系数 左边是这个 是安全 右边是这个犯罪 韩国已经超越了 新加坡跟日本 安全系数排名第一 83.1 但犯罪力也很低 16.9 16.9 所以的话 你看每一年累积 大概基本上到韩国留学的人 将近已经10万人 10万人 每一年还在激增 还在变化 那么 当然这又讲到华教生 华教生昨天因为我们上线 这个泰国李华教生的项目 然后今天我们讲 再去重演一件 因为他这个给到我们客人要办理这个韩国身份的话呢 是也可以走国内的华教生这个道路的 走华教生的道路 基本上也就是说你只要拿到他的这个Ever这个身份 然后的话呢就可以去去在当地居住 然后的话呢就是在报考华教生之前的话呢往前推五年 只要这里五年里面的话你在韩国生活满三十个月 在当地上学满三十个月 然后就可以回国参加中国的华教生的联考 华教生联考每年的三月 三月十五号到三月十六号来报名 然后五月二十一号 五月二十二号 就是在高考之前来先来参加华教生联考 然后的话六月份就是基本上就就 大概就就就就就能知道成绩了 然后就开始去报考 是这么一个流程 所以的话韩国这个项目的话也是可以走华教生联考里头路 也是可以的 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刚才我大概昨天也讲过 比如说它的学分比较少 对吧学分比较少 比如说文科是不考政治的 理科不考生物 试题呢相对比较简单 然后呢因为华教生这个政策 它主要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统战的一个政策 就是说比如外交部啊教育部啊等等 这些一个统战的政策 早期是为这种港澳台的一些学生准备的 包括一些华侨 对吧你回国发展了 回国发展的话呢 那我肯定我不可能自己回去嘛 我带着孩子回来 那我孩子的教育问题怎么去解决 对吧 那我的孩子比如在韩国 在其他国家 我生活了很多年 我没有通过你中国的这种 初中高中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教育 那么我怎么去参加你的高考呢 对吧 我的成绩有可能没有那么好 我没办法去升一个大学 所以的话也是为了照顾这种华侨 生的他们的一些情况 也希望能够把这些人才能够留住 所以的话才会国家将近30年 这个政策已经30年的时间了 很稳定很稳定 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变相 就是说把他的分数会降低 把他的试题变简单 大家注意 华侨生是有单独的考纲的 跟正常的高考不一样啊 高考他会比高考难度会低很多 他有自己的考纲 但是你当他通过考试的话呢 比如说基本上他的分数线 录取分数线很低 你一本的话分数线大概400分 200300分 如果是艺术考上 只考200分就OK了 就可以跟其他的参加过高考的学生一样 正常的进入大学 没任何问题 毕业以后也是拿到大学的一个正常的文凭 本个学位证啊 学历证都是可以拿到的 都没任何问题的 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些优势了 当然招生院校比较多 基本上一些比较优势的大学 211 985都是可以去录取 都可以去报考 然后同时他的考生的名额很低 考生名额很低 就是说你基本上咱们每一年 比如说22年 我们大概有1100多万考生 参加高考 对吧 那我最近我讲过 一本以上的录取率只有18% 一本985 211 18% 也就是说82%的考生是 你没办法上一本上重点大学的 因为我们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的话 您只能去上一些200和这些 职业高中或者是一些大专等等这些 那么如果走这条路线的话 基本上就是你看 这是他21年的一个报考人数 是4339人 但是他给的名额是6500个 6500个人 也就是说 我给你的名额远超于你报考的人数 所以他的录取率是很高的 都能进入到这些 但是这1500个 基本都是一些重点大学给的一些名额 给的一些名额 当然还有一些奖钱金 这个等的一些优势 同时的话 他还有很重要的优势 跟泰国那个金银签证是一个意思 就是说 你办理他的话 你不需要去放进你的国籍 去放进你的国籍 你还是中国国籍的 还是中国国籍的 因为对于我们来讲 很多人 因为中国国籍非常值钱的 很重要的 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去放进中国国籍的 所以的话就是说 我拿一个外国绿卡就好了 就也能完成我孩子的一个愿望 你能上你们大学 而且在这我要跟大家重点去讲一下 您办理韩国这个项目 大家注意这个钱 比如说它是你存5亿韩元也好 3亿韩元也好 对吧 大概是150 60万到200多万 存款 这个钱是存到您韩国的自己账户 这个钱可不是扔掉了 5年以后这钱还是还给您的 还是还给您的 所以的话只是说我把钱存在当地 它存在的只是没有利息而已 把钱存在当地 钱还是你的 当然你说你钱我可以随时取出来 取出来的话 当然你的身份就没有了 如果你放5年的时间 5年以后你钱可以取出来 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正常转到它的绿卡 就可以了 这里华学生那个资格 我们就不过多介绍 比如说有海外身份 比如说持中国护照 我们比如说我们韩国这个项目 就是有海外身份 就算它的海外身份 持中国护照 然后注买一定要求 比如说韩国这个就是 我拿的这个韩国的FR身份 然后在当地 我只要住满30个月 我就可以参加华商联考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 它的这个医疗 刚才讲的是这个教育 医疗的话 就是基本上它的医疗 跟一些西方方的国家很类似 基本上就是它主要是以社区医院为主 一般的话 小的一些发生感冒的一些轻病 轻重症 轻重呢 基本上都会在一些 我社区的一些诊所就看了 如果比如说严重一点 可能看不了我要到我社区医院 当然社区医院如果觉得还是不行 那他会给医生给你写推荐信 直接帮你医院 就直接到大型的综合医院去看病 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被报销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这是全球领先那个杂志 这个CEL Trevor的这个杂志 最佳医疗保健系统 它的排名韩国荣登保守 荣登保守 所以呢这也出门说明了 这个国家 他们非常注重国民的 他这种福利待遇 包括他的一些医疗水平 他的保健 很注意民生吧 这是他的几个重点大 比如说首尔大学 首尔大学的医院 包括这个三星首尔医院 这个是美国排工的这个指定医院 指定转运医院 接下来就是重点了 就是说我们整个韩国这个项目 首先它是有法案支撑的 有法案支撑的 是合理合法的移民政策 投资移民政策 这个项目呢 你看它基本上就是主要是三种方式 左边第一种方式是什么 投资五亿韩元 因为它是有年龄限制 如果我们的投资人 就是主申请人的年龄 在五十五周岁以下 那么这个家庭需要存五亿韩元 大概是在一百五十十万 存到韩国您自己开的账户里面去 存五年的时间 五年以后返还给您 五年以后直接转F5 就是他的绿卡 永久绿卡 然后再住五年的时间呢 就可以换韩国的国籍 那么中间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主申请人 五十五岁以上了 比如说我就想过去养老的 或者比如说我有钱 我想给我的父母办一个身份 到韩国去生活的 那么只需要存多少钱呢 三亿韩元 大概是在一百五十十万 刚才前面五亿是大概是在 两百五十十万 不好意思 两百五十十万 那么中间这个三亿韩元呢 就是说如果主申请人 在五十五周岁以上 比如说我想给我的父亲 去办这个项目 我的父亲比如说大概快 五六十岁了 那么他这种情况下呢 我的父亲给他开一个账户 只需要在韩国的银行 去存大概一百五十十万人民币 就可以了 五年以后也是可以取出来的 当然你说这五年之内 我可以随时取出来 只是说刚才我讲了 身份就没有了 如果想保留身份 想让他的福利 在当地正常生活 想自由往返的话呢 那么五年之内不可以取出来 然后呢五年以后 可以自由取出来 五年以后直接转他的绿卡 转他的绿卡 那么右边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投资额会高一些 比如说你存款存15亿韩元 15亿韩元大概是700多万 700多万存到这个韩国的银行里面去 存到韩国银行里去 直接一步到位给您绿卡 永久绿卡 然后呢给一个F5类型的一个永久绿卡 然后的话呢 十年换一次卡 就跟咱们身份证实验有条件一样 他十年换一次卡片 而且韩国后边我会讲的 韩国这个很大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 他是不会在咱们护照上去提前的 他是直接给咱们一张独立的卡片 比如说你正常非韩国 你正常入境什么的 都是直接可以就直接刷卡就好了 直接刷卡 刷卡就直接可以通关了 那么这是他那些基本的一些申请材料 就相对比较很简单 很简单 整个办理周期大概两个三个页 就是比如说护照照片 一些这个提前报告 申请表 这些当然都是我们个人要登陆到韩国 到韩国去提交的 咱们韩国也是有这个接待 那么续签 比如说首次给咱们的这个举例 还是拿我举例 比如说我跟我爱人 那么首先给我的 我是主申请人 给我的F2类的身份 他是一个身份 就特别像像爱尔兰的什么 什么什么 阿斯特莫法的身份是一样的 给我这个身份以后呢 然后原来是三年 三年 然后呢三年我续签一次 到第三年以后 我续签一次 就可以再给一个这个身份 再给一个身份 然后呢等到第五年的时候呢 就直接可以到 去换他的这个F5这个这个绿卡了 那么当然对于我爱人来讲 他就续签两次 续签两次 比如说先给我爱人 他的身份是 有下去是两年的 两年 然后续签一次 四年了再续签一次 那么等过五年了以后 然后在当地去换他的这个 永绩绿卡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然后他有移民间吗 没有任何移民间 就是说你每年只要登录一次 你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 也都OK的 你只要登录一次 只要通关了 登录一次就可以了 就算你满足他的移民间了 你就马上回来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对 所以呢 也就是说主申请人的 这个模式是三加二加二 副申的话是二加二加二 只是说呢 其实一样 其实一样 也就是说 你不管是三年的有效期 还是两年有效期的 跟F5类所享受的福利待遇政策 通关政策 跟他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的区别 没有任何的区别 只是说呢 刚才是给您时间短 然后五年以后呢 给您一个长期有效的一个绿卡 是这样 其他没有任何的区别 这就是他入籍条件了 刚才前面我大概讲了 比如说我拿到他的身份以后 持有五年 这五年里边 只要我每年去一次就好了 去一次就好了 持有五年 然后到第五年以后 我就可以拿到一个F5的一个绿卡 永久绿卡 韩国绿卡 那么当您拿到这个五年的绿卡以后 在当地 您要去连续住满五年 才可以去申请他的国籍的 那么韩国 他的国籍就有很大的优势 大家可以看左边中间这个排名 全世界护照最好用的 性价比 含金量最高的是日本 其次是新加坡跟韩国 新加坡跟韩国是排名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您办了日本这个身份 sorry 您办理韩国这个身份 相当于是拿了新加坡的身份 相当于是拿了新加坡的身份 而且在某些角度来讲的话 它的无论是国土面积也好 国际地位也好等等一些 韩国的话 有可能比新加坡还要高 对 所以的话 就是说韩国这个身份 它未来我们可以给带来 给我们带来 包括给我们孩子带来 这个这个 这个潜在那些价值会很大 很大 这就是它的一个 一个护照的一个优势 当然它很多的大国 全部都是免签的 免签的 192个国家是免签的 这个就是整个韩国的 一个办理的周期了 首先呢 就是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有客人 先给到我们 我们的渠道经理 然后呢 先给您做一个评估 也就是说 把客户的基本条件 比如说 后面讲 比如说废结核 这个这个这个体检 如果过不了是不可以的 也就是说 如果有废结核的话呢 这个项目是做不了 是做不了 那么比如说 前期评估 前期评估完以后呢 满足基本条件 然后的话呢 我们开始给客户 准备材料 准备材料 然后呢 开始办理签证 办理签证 签证办理完以后 然后直接入境 我们一般在当地 我们的接待是四天三晚的 四天三晚 基本上客人到当地 我们都建议客户 第一天的中午之前 就到达机场 因为在机场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它会有一个审查 在机场会有个审查 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部门 比如说您 拿到这个入境签证以后 然后当天上午 比如说十点了 到达这个机场了 然后的话呢 我们的接待会接到您 到机场的海关 然后去办理一个无犯罪记录 一个审查 备调 大概一到两个小时 备调完毕以后 您就可以正常通关了 就可以入境了 我们接待待着您 下午开着车 中午吃个饭 然后下午开着车 到这个有力银行 去开账户 开好了账户以后 然后的话呢 当然钱是 因为它要存款嘛 所以的话呢 它要求就是说 您的钱要从 韩国境外转进去的 当然因为咱们 中国是有外汇管制 所以就是说 你的钱基本上要提前 先转到境外 比如说香港 新加坡以后 都可以的 然后的话呢 转去以后 转去以后 然后呢 就相当于 您已经完成了投资 然后就是存款 然后呢 银行会给您一个存款 然后的话呢 半礼拜以后呢 然后就晚上 带您吃个饭 转一转 然后第二天 开始去做一个体检 去做肥结核的一个体检 报告 第二天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然后我们接下来 第三天 然后我们就到 这个初识庆大厅 然后去申请 当然有可能这个 咱们效率很高的话 有可能三天就看完了 看咱们这个整个的 这个中间办理的 这个顺畅程度 那么到初识庆大厅 然后去申请 把之前准备的材料 包括体检报告 全部作为一个文件 递交到他的初识庆大厅 然后呢 等待他的货批 等他的货批 他的货批 周期基本上大概 是三到五个工作日 三到五个工作日 当然我们客人 递交完美以后 您可以回国了 可以回国等着也行 到时候让我们的接待 拿到以后 给您寄回来 或者您就在当地 直接等就可以了 也是可以的 没问题的 然后当然您在递交的时候 它会给您一个文件 会给您一个函 这个函的话 首先是可以自由 往返中国跟韩国之间了 当然您拿到这个F2 这个卡片以后 就可以正常的通往 中韩是没任何问题的 没有任何的限制 这就是整个的一个 办理的一个流程跟周期 刚才大概项目 要是我已经讲过了 比如说它是没有贴签的 直接给一张独立卡片 就是说我在机场的话 正常通关的话 直接无论是人工 还有自助 直接是不需要验标了 直接刷卡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当然了台北有很大的一个优势 大家知道 韩国跟美国关系 会相对紧密一点 就是说 如果咱们拿到韩国 我到底韩国存一笔钱 然后拿到韩国这个 F2这个身份 那我要想去往美国的话 这个签证 办理签证 首先它的获批率 成功率 还有它的出签周期 都是非常快的 比如说你出签基本上就大概三天就出签了 成功率90%以上 资料要求也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 基本上护照 登录证 DS-160表格 最快证明就OK了 预约周期也很短 大概七天的时间 提前一周期来预约 对 所以的话相比来讲的话 如果拿这么一个身份 未来飞往美国的话 也是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 这就是整个它的一个优势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比如说它的办理的存款 因为它是存款 这钱不是花掉是存款 所以的话它的价格比较低 然后的话配偶子女都可以带 卫生年都可以 那么要求比较简单 没有语言要求 那么很多国家是有语言要求 学历要求 哥呀那些研究生都有的 他可以工作 然后也不需要资金来源证明 没有居住要求 每年当我一次就可以了 所以它整个的 从办理身份来讲 条件来讲的话 性价比比较高的 同时办理速度很快 两个三个月 两三个月 当然有可能 现在办理人数的越来越多 它有可能办理的